晚上好 我是吉前 中国人 北京人 这本护照 是马其顿使馆发的 轰炸刚结束 我在奥德萨 灯开着呢 不像你们说的 他妈的灯都不敢开过 跟个老鼠似的整天躲在地下室 看看窗外 该开灯的开灯 该做饭的做饭 我邻居在那做饭呢 本来想散散心 刚轰炸完 看看抖音 想看看什么汽车呀 看看什么跳舞的 就别想在打仗的事了 我就特别不理解了 这个车臣给你们什么钱 给你们什么好处了 普京给你们什么好处了 普京派兵过来打 这么开心 这中国人 在奥德萨呢 在乌克兰呢 你们的大使馆 在基辅呢 中国人在基辅呢 没关系 我捍卫你的人权和发言权 你只要敢把你们说的这些话 站在基辅的广场上 站在中国的使馆里 原分不动的复述一遍 我都给你找翻译 翻译成乌克兰语俄语 让当地人听见 我就敬你条是条汉子 俄军 好 打自卫战 请教一下 哪个国家的自卫战 是上人家首都打去的 不把问题扩大化 我的观点 我不想说俄军如何 因为现在普京那哥们 已经代表不了 所有的俄国人了 我的同事里 俄国人 乌克兰人都有 俄国人没那么支持普京 你们比俄国人还支持普京 打了一场什么仗 还是他妈说我 是不是美国人给我钱了 我他妈明天都快死了 我他妈再回那钱 老子今天捐钱了 给守军 那帮人捍卫我的生命呢 你有保持沉默的权利 好吗 你有保持沉默的权利 客观的告诉你们一点 在第一次空机开始的 三个小时之后 我买菜视频 那还没有开始第二拨空机呢 打第二拨空机 买完菜回来以后 所有的银行系统都关了 要你钱 你给我钱我拿不着 现在不在乎钱 我要钱干嘛使啊 我买iPhone去 人开门吗 动动脑子 这是你表达善意的 最好的方法 你有发言的权利 你可以支持俄军 我也不知道你们现在要 就说这叫自卫还是干嘛 上 你们可以支持俄军 上基辅来自卫 你只要敢把这番话 站在基辅的广场上 跟我一样 跟个爷们似的 开着灯 复述一遍 敬你是双汉子 好吧 你可以参加俄军啊 我不管是哪国人 首先我是个人 我尊重生命 人有权活着 没怂啊 我们不害怕 我们愤怒 好好的上着班 过着日子 导弹他妈飞过来了 就在我办公室边上 还说是乌克兰人打乌克兰人 行 这视频我不想拖得太长 以后真相慢慢浮出水面 我就是 你们支持 不管哪一边啊 我希望你们站在生命的那一边 那个老百姓 不希望打仗 那些守军 他是我同事 他是程序员 他是我律师 他原来是老师 他现在为了保卫 他的他妈 他孩子 他必须被动员起来 他拿着枪 他保卫这个呢 他不用说保卫土地 他保卫他们家的房子 这房子是他拿钱买的 他爷爷传给他的 凭什么被你炸了 就这么简单 跟北约没关系 老百姓就想让这 能过日子就行 他妈的打仗呢 让人消灵点